夜幕下,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剧院,当地时间20时45分时,习近平和普京一同步入会场,全场起立,鼓掌欢迎。 普京首先致辞,他表示,建交70年来,俄中关系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,双方相互支持和帮助,推动两国关系今天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。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,两国能源、航空航天、科技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。 俄中两国密切协作,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,解决热点问题,应对人类面临的新挑战、新威胁,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俄中共同支持,世界多极化,俄方愿同中方一道,为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而共同努力。 在热烈掌声中,习近平说,今天我们隆重庆祝中俄建交70周年,共同迎来两国关系又一个历史性时刻。 我们不会忘记,在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,中苏军民并肩作战,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。 习近平指出,新时代的中俄关系要始终以互信为基石,助劳彼此战略依托,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力度,牢牢把握中俄关系向前发展的战略方向。 让我们以庆祝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,携手努力并肩前行,共同开创新时代,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未来。 全场对中俄两国元首的讲话,抱以热烈的掌声。 随后,习近平和普京共同观看《勒动中俄人文交流》主题活动短视。 并欣赏由中俄两国艺术家联媚呈现的文艺演出。 中俄各界人士约1600人出席。 纪念大会前,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中俄建交70周年图片展。 丁薛祥、杨洁篪、王毅和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。 。 丁薛祥、杨洁篪、 Hold动中俄佛设 regulator。 优ання比成功 bona! 三国元首相系之内的起源。 따라这种稿流浪。 功夫